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第十二章 教育篇 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 上 第二部分 三 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 一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 有學者認為 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 不如說是政治讀詐的後果 1967年 一次總罷工造成就金山州立學院關門 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 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 該項目負責人設想 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 因此 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 而是黑人科學 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 同理 數學 文學 歷史 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 1968年10月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 占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 造成校園關閉 一年後 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 1969年4月 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 批挂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 佔領了學校辦公樓 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 教師出面阻止時 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 再過三個小時 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 康奈爾大學妥協了 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 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蒂爾 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 他說 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 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非常嚴重 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 幾乎與此同時 女性研究 拉美研究 同性戀研究等 很多專業堂而皇之的進入美國大學 時至今日 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 性別差異並非天生 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 因此 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 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 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及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 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 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和女同性戀活動家 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 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 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 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 這是你的革命任務 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 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 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 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裡她寫道 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 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 密蘇利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 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 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 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 例如 非法的性別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 而非自然生成 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 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 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 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 近幾十年來 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 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 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 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裡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 得出結論 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 因此 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 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 他們已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 《和平與衝突研究》為例 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 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 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 而是分配不公 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 聲稱是他們的貪欲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 每天處於飢餓之中 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 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 而且讚譽有加 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 書中稱 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 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 但古巴的例子說明 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 而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 該書只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 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 令人吃驚的是 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分子充滿同情 以至於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 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 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 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 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 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 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 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分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 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 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 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 黑人研究系的教授 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 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 他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 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 一旦進入大學 他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 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 培養的學生在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 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裡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 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 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 煽動仇恨 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 他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 非洲裔美國人 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 在正常社會裡進行女性研究 或者對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 完全無可厚非 4 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 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 和破壞我們的民主遺書中 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 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 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 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 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 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群研究系 提供一門研討課 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 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 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 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 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 比爾·埃爾斯在20世紀60年代 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分支機構 氣象源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 氣象源1969年轉入地下 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 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 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 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 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 埃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 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 把革命帶回家 殺死你的父母 這才叫革命 埃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 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 在一本書中 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 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埃爾斯 埃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 鑽了法律的控制而逃避了刑事處罰 之後 埃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 埃爾斯在學芝加哥分校任教 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 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 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 埃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 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 這以大學最高榮顯 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 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 對他過去的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 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 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 他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 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 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威克黨 他的網頁列出了五門 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 他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 按照他自己描述的目的 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的 和正在進行的運動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 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 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 誰打贏了南北戰爭 副總統是誰 我們是從哪個殖民者那裡獨立出來的 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 很多學生猛然不知 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假珍 2008年 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 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 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麼 2014年 全國教育進展評鑑組織 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 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 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 60分及格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瞭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 也是瞭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 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 唯有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 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隔斷傳統 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 我們不免會問 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 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 《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金恩 是馬克思主義者 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 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蹟 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 美國歷史漆黑一團 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 博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 與美國為敵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 而美國則是惡魔 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 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 比作在萊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 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 他們大聲呼喊口號 嘿嘿呵呵 西方文明必須撤 斯坦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 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 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 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 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 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 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 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 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為恫嚇式課程 其他著名大學很快跟進 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 幾年之內 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 用《我、李格維塔、門儲、印第安女人在威地馬拉》這部書 說明斯坦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李格維塔、門儲》的年輕印第安女子 在威地馬拉的成長歷程 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 她決心反抗 思想越來越極端 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 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 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 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 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書的最後 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 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及燃燒瓶等話題 書的一章直接就叫做《李格維塔放棄婚姻和母姓》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除經典作品 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 第一 用粗制濫造內容膚淺 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 取代了具有恒久價值的文學經典 第二 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 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 極大的增強了對學生心理的影響 第三 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 被矮化 其價值也被相對化了 第四 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 也變成了批判理論 文化研究 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 學者們熱衷於研究沙士比亞戲劇裡 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 或者經典作品裡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 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 第五 受這種思想的影響 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裡崇高的人格 偉大的事業 高尚的動機 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 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忌俗的態度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 文學經典的主題 基本都是關於博愛 正義 忠貞 勇氣 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 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 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 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 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 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 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 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 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 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 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 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 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 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 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 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 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 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 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 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樑 7. 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密爾森 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 他說 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 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 教科書發行量大 權威性高 對學生影響極大 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 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 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 因此 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 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 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 《必讀書目》裏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超過任何一個其他學派的著作 前文提到過的金恩的人民的美國史 就被很多歷史系 經濟學系 文學系 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 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 壓制不同的言論 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 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做指導 充斥著晦澀的學術術語 但主旨都是否定神 否定傳統文化 煽動顛覆 現存社會 政治 經濟秩序的革命 有一類論文 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 甚至包括科學規範 都是建構出來的 一級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 包裝成普世觀念 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 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 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 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 《社會文本》上發表了一篇論文 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 論文稱 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的 整篇文章《龐征博引》有109條註角 參考了219篇文獻 論文刊出當日 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上聲明 該論文實屬惡作劇 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 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的採訪時表示 他之所以這麼做 是受到高級迷信一書的啟發 該書作者說 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 只要他有合適的左派思想 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 因此 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 無關痛癢的引用 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 索卡後來撰文指出 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 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 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 《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 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 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顯然他們不覺得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 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 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 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 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 可以清楚看出 過去幾十年中 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 情況之普遍和嚴重 現代語言學會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 會員超過25000人 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 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萬人 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 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 解構主義 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 或者使用女權主義 同性戀研究 身份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 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在內的其他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 美國大學裡有人文教育的傳統 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 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 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 史 哲 社會學 傳播學等系的教授開設的 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 必修課程 顧名思義 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 無處可逃 常常成為教授們 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 教授利用手裡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 甚至以成績為籌碼 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 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 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 因此 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 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 但畢竟涉事未深 知識有限 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 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 而有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清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 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 家長支付高額學費 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 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 他們又怎會想到 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 卻被日復一日的激進化 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 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 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編譯理論 共產邪靈比它敗壞道德 破壞文化 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在大學校園內猖獗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 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 美國學者唐斯指出 從1987年到1992年 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 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 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 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的人不斷增加 實際上 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 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氾濫 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 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 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 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 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 這以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 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 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 這叫階級覺悟高 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 以群體情感判斷是非善惡 這在共產集權國家裡表現得最為顯著 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 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 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 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 似是而非的新概念 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 如危攻擊、觸發警告、安全環境等等 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的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 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 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 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 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 這叫階級覺悟低 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 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 哪些服飾不能穿 否則會構成威攻擊 被視作違反校規 在一些校園中 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 因為可能構成歧視 被視作威攻擊 原因是 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 如印第安人 非洲人 日本人 華人等等 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 加州大學公布的威攻擊禁忌語包括 美國是個大熔爐 種族歧視 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 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 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 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 威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 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的安全環境 一個典型的威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娜大學普渡大學的印第安娜波利斯校園 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 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3K黨》 但書的封面上3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 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 學校的糾篇辦公室認為 該學生違反了種族歧視校規 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他團體的幫助 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 所謂敏感度培訓 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 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 資產階級 地主階級 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 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 清除內化的壓迫 抛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 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份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 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 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 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 認識問題是錯誤的 所以要改造世界觀 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 否認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 敏感度培訓是要充分意識到社會不公 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 女性 少數族裔 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 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 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 按照學校說明 這門課程完成後 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學會階級分析 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 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 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利和特權 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 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 這個項目針對7000名助校生 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 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 比如政治 種族 性別 環保主義等等 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 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 他們願意和什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 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 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 性別身份是指不同於生理身份的性別認同 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份時 回答說 不關你的事 結果他被宿舍助理匯報給學校管理層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 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 另一方面 他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 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 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 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 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 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 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 就可以以受到冒犯為由向校方提出抗議 要求發言者閉嘴 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 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 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 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 一夜之間 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 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 因為某些教學話題 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 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 《莎士比亞的維尼斯商人》 《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劑》等經典作品 有的學校要求 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 就應該盡量避免使用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 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 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 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 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 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 不懂個人責任 他們和上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 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 反叛傳統 更等而下之者亂性 酗酒 吸毒 滿嘴髒話 但在他們完事不公的表面之下 是脆弱的心靈 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 避論 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 獨立思考和責任心 對他人寬容的美德 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 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